今儿个皇上的话有点不大对味啊 请教一下 别别别 额命大人言重了 有话直说 我到皇上的尚书房来面圣 只来过两次 所以不大明白皇上的圣意 婉嫔娘娘是皇上最宠爱的 想必有些话会告诉大人 皇上他 您说 今儿个皇上 把年庚瑶和龙科多相提并论 莫非皇上想除掉的布置年庚瑶 通过后续的剧情可知 恶民看不上镇远道 不甘屈聚于镇远道之下 二人不过是塑料有情罢了 线下恶民就开始算计镇远道了 他这画中有两个雷 一是涉及前朝后宫勾结 二是妄自揣夺皇上的圣意 皇上圣意深远 这不是你我所能揣测的 能够长长久久跟随皇上的人 那自然皇上什么都能给他指点明白了 镇远道一句不知道被瞎说发言 规避了恶民的陷阱 但恶民的算计远远没有结束 恶民又提起了后宫的事 他还是向镇远道透露出 自己与女儿私下有往来的事 如果镇远道说 哎我听我闺女讲 这两天啊巴拉巴拉的 那镇远道就着了恶民的道了 日后恶民但凡抓住机会 都会借此大做文章 镇远道很聪明 说了但只说能说的 后宫天了信任的事 即便不同个女儿也很容易知道 说一些公开透明的 且不涉及妄议皇上私生活的事 让人挑不出毛病 镇远道表示 我赶紧溜 别掉坑里了 恶民的表情有些意味深长 看来老家伙有点东西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下次再找机会吧 我赶紧溜 我赶紧溜 谢谢大家